這個範例是我剛剛講的那一本書的第三章 名稱叫Multi Button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這邊有放大縮小 其實你可以利用放大縮小去看到裡面的細節 或者是說這邊還有其他按鈕可以用 那這邊有九個的驚嘆號 也就是這個也是名稱的問題 這個將來我會再講 如何把它改成加在那個至串的志願檔裡面 避免到那個驚嘆號 然後另外有的所謂的多國語系 你在那個比如說英文的環境會看到的是英文版 繁體、簡體、日文、韓文等等的多國語系 這個後面會再講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怎麼把它做出來 那首先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這邊上面的相關名稱我也有給各位 不過主要是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這個Layout怎麼樣把它擺橫的 這邊把它擺橫的 那最後再放一個 那最後這個的大小 我看一下這邊寬度 這邊有一個WISE 它WISE是150 然後其他的話我是設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所以最下面那個寬度 設定好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一樣你們在這個開一個新的專案 那新的專案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 這個新的專案名稱 我們叫做 假設跟我這個一樣 是CH03 比如說這邊我們就是CH03 那底線 這邊有一個Multi button 比如說 我們Multi 那我這邊已經有 改個3好了 OK 那其他的話這邊記得 把com.example 有沒有 記得一定要改一下 不然的話你 將來要上傳到那個 Google Play的話會有問題 然後這其他不改 這邊也 這邊改浪好了 其他我想用版本的話 Target版本我看我們用 我這邊用2.33好了 這邊也用2.33 OK 那你們可以試情況 你用4.22也OK 那下一步 下一步 那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專案就建立起來了 建立起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兩個 一個是UI部分 一個是Call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那往後建立專案 就是三步驟 建專案 UI 跟寫Call 大概Test 大概四個步驟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放上 放這個 相關的這些相關的東西上去 當然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預設的話 是一個Relative的Layout 請你把它改成 LinearLayout 那修改的方法非常簡單 按右鍵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把這個地方改成 這個 Linear 這個有一個 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改成這個 按確定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再放其他東西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先刪掉 因為我要 可以重新佈局 或者再加好了 都無所謂 要把它重新 Delete 掉 我用一個比較大的 Large的 把它放在這上面 放上來 放上來 那把它更改名稱 那底下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如何把它變成 類似像這樣子 這裡的話 我需要 做幾些 第一個就是上面的部分 我是放了一個 比如說叫 TST Show 上面名稱叫 電話號碼 然後裡面再放什麼 Linear Layout 不過呢 你放上去之後 它一定是靠左 你要把它自裝 OK 那底下要分別再加上它的數字 電話號碼就是 1到 就等於是模擬我們的電話號碼 最後再加一個清除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建一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 我這邊取名稱叫做 CH03的Multi Button Multi Button